哈啰 大家好 我是陆蔣 前阵子忙得晕头撞向 真的超忙超多事情 到现在才有办法跟大家好好地报告一下 我现在的近况 大家有发现今天的背景 跟我一直以来的影片的背景不太一样吗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讲关于这件事情 首先要跟大家讲的是 我跟文当其实已经入籍一段时间了 就是我们两个已经是夫妻了 自己讲觉得很害羞 我到现在都还是很不习惯叫他老公 然后跟别人用日文讲到文当的时候 我都还是会说彼此事 就是觉得很害羞 可能要跟大家说抱歉 就是我们这一次没有拍影片也没有发文 因为这阵子真的有太多太多事情要处理了 所以我们两个就比较没有时间 就是两个人都好好的 跟大家讲这件事情 包含我们两个人的工作也好啊 搬家也好 就是真的非常多的事情要处理 真的很抱歉现在才跟大家报告 我们本来是想说 等到我们两个人的生活都稳定下来之后 一起跟大家讲 那现在虽然好不容易已经比较习惯新生活了 可是我们两个又变成分隔两地 所以就变成是只有我一个人跟大家讲的形式 当然有很多事情是想跟大家分享的 像是我身边就有一些人要结婚 然后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手续什么的 非常感谢我身边就是有经验的好朋友 他可以跟我说我怎么做 那让我们两个比较没有这么慌 所以我也觉得 是不是可以拍个影片跟大家讲一下说 就是该聚力的事情是什么 然后我们两个这次写的那个入籍的单子啊 也不是一般很正规的那种日本政府发的 我是自己上网去另做 然后我们两个写的都在交过去 这个也蛮好玩的 但是这块我还是想要等到我跟文丹 可以聚在一起之后再跟大家分享 再请大家继续温得稳守护我们喔 那刚才也有跟大家提到 就是我们两个又远距分隔两地了 主要是因为我们两个的工作关系啦 那我去年主要都是跟我们公司用remoto 就是远距的方式工作 然后可能定期去东京出差 可是远距能做的事情其实就非常的少 所以我今年又正式搬回东京工作 那等到我工作再上手一点之后呢 也可以跟大家慢慢分享就是我做的工作 那文当的话呢 它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先留在九州地区 可能过几个月之后 文当会再来东京跟我会合这样子 那我现在是住在sharehouse喔 住在sharehouse又有让我回到 刚来日本的感觉 因为我一开始来日本的时候 也是住在sharehouse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 有点点杂音是因为外面就是洗衣机 那其实他祝福在洗衣服这样子 现在好像还好 但是可能等一下影片 大家可能会听到那个 嗡嗡嗡的声音这样子 重新回到sharehouse 其实感觉非常的新鲜 然后我也觉得好想念那个所有的房东喔 因为我这次找的算是sharehouse的管理公司 所以就没有特别有个房东 像之前一样 但是就是有其他住户 我跟其他住户也算是 处得还不错就蛮开心的 那之后再慢慢跟大家分享 喔 你们听到那个声音了吗 嗡嗡嗡嗡嗡 洗衣机的声音 那话题回到文当 其实我本来以为跟文当 就分开一下下就没什么 反正只要放假就可以飞去九州看他嘛 可是其实要跟他分开的前一天 我觉得真的好难过喔 我就一直觉得很sabish 因为其实一直跟这个人在一起嘛 就是每天回家可以看到他 不然就是他回家我就在 就是已经是一个很自然的存在了 那当然说现在在sharehouse 自己一个人也是蛮开心的 可是就会非常想念他 但是我们两个人还是每天都讲视讯电话啦 而且文当很可爱 他最近开始学中文 然后就越讲越好 他现在进步都还在讲天气喔 如果我问他说今天天气怎么样 他就会很好或是不好 就很可爱 那我其实很开心也很感动 就是文当开始比较认真的学中文 但是他不想要我跟大家讲啊 我还是不小心说漏嘴了 因为文当觉得他想要突然变得很厉害 然后让我身边的人都吓一跳 就是包含我朋友啊 家人啊 观众什么的 可是我觉得太可爱了 所以我还是想要把它分享出来这样 可能大家下次看到文当的时候呢 他的中文就已经可以讲难多的了 我自己很期待 就是也很感动 那本来也以为只要放假就可以去见文当嘛 结果没想到一来东京没多久 就直接进入自速 紧急事态宣言 就是大家可能都有看到新闻 就是东京这边已经不太能出去了 所以我也是觉得保险起见 就是不要去九州地去找他 那文当也不要来东京找我这样 本来是觉得还好 可是突然被宣布 就是不能去的时候 那我感觉就好难过 然后我就觉得 我们只是分开一下下 那其他可能已经有情侣 可能半年啦 或是一年没见面 那真的都很辛苦耶 2020年跟2021年 应该对很多人来说 都是非常深刻的一年 嗯 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但是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 就是你可能可以更珍惜 就是你想珍惜的人嘛 我自己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然后也因为紧急事态宣言 我来东京其实就是为了 想要直接去公司工作嘛 结果又变回远距了 当然还是会去公司啦 就是有一些必要办的事情 但是主要都还是在家里 remoto就是远距工作 那虽然生活中有非常多的变化跟考验 但是我们两个人都觉得 就是这个决定对我们两个是最好的 希望可以快点稳定 可以赶快见面 真的很想他 那自己一个人在东京的时候 因为文当跟我家人也都非常的担心我 那我每天都有好的消毒 然后早睡早起 跟吃很多保健食品 希望可以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那也当然不会出门嘛 除非去买一些必要的东西 或者是食材的时候 才会出门 希望可以好好的停过这一波 那同样住在日本的人 东京 哪里都好 大家也都要加油哦 好然后是我自己非常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关于断舍离这件事情 那因为这次我跟文当搬家 是我先过来 然后文当先搬到九州其他地方嘛 我们两个大多数的东西都先放在九州那边 但是文当目前住的地方没有这么大 所以东西可能就塞不进去 那我们两个就藉由这一次的机会进行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断舍离 可能是我目前的人生最大的断舍离 光是我自己的衣服就断舍离掉了七箱还八箱 就不包含文当的 只有我自己的 然后我跟文当就一起搬那些箱子 就是搬到卖二手衣衣跟二手物品的地方来换钱 然后想说用这个钱可以两个一起去吃一顿 最后好吃的晚餐这样 结果我们两个换到的钱超少的 就是最后吃烧肉还是自己贴钱 可是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回忆 因为算是第一次真的在日本这样子装箱 然后把东西拿去卖 那除了衣服啊或是一些小物品之外呢 我跟文当这次也丢了很多大型垃圾 其实大型垃圾的种类蛮多的 像他大学的时候一直在看的电视已经十几年了 这一年完全没有看到 我们两个也随便一起把它处理掉了这样子 那在日本呢要丢大型垃圾 是要打电话跟市役所或是区域所申请 不然就是自己要找一些民间的业者来处理这样 可是因为我跟文当太晚联络 市役所跟区域所 所以就不得已变成是我们要找民间的业者来处理 那我们就上网看了很多网页嘛 就发现丢垃圾超级贵 真的很贵 然后很多业者就是他们写的东西都跟他们的广告不一样 所以要跟大家说在这些 你在网路上看到的很多私人业者一定要注意 因为很多人是会把价钱提高的 那反正我跟文当最后呢找到一家价钱合理 然后也还不错 就是我们电话就都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讲好了 我们才请他帮我们来处理这个大型垃圾 那对方的态度啊跟迅速度 就是他的动作我都觉得还不错 但是真的没有想到要丢垃圾需要花这么多钱 那前面也有讲说我们两个把一些 比较没有穿到的衣服 跟没有用的小东西也都处理掉了嘛 就突然顿悟说 自己可能没有想的太深就买了东西 其实根本就没有用到 那最后要处理他的时候又会变得很麻烦 或者是你卖出去的时候拿回来的钱就只有一点点 那当然说如果你已经把那个物品或是那件衣服 就是用了非常的彻底啊 觉得心情上很满足的话 那当然卖二手多少钱都没差嘛 可是有很多东西都是没有用到也没有穿到 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 所以我跟文当其实经过这一次的搬家 我们两个人都对于买东西 跟自己拥有的东西有了一个新的定义 就是现在在买东西之前我都会很努力的想 然后我要出去买东西的时候 也都会很认真的记录一下 自己到底需要用的东西到底有多少 那哪些东西是不一定要的 那我就不会买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算是一个还不错的新习惯 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吧 就是我的生活终于比较稳定下来了 因为之前真的太忙了 我们两个就是每天的时间都花在处理各式各样的事情 完全没有多的脑袋里的余力可以思考 就是其他事情 那现在终于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让我可以好好的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现在东京的生活算是过得还蛮开心的 就是工作也开心 然后也可以常跟朋友联络 虽然不能跟东京的朋友见面啦 可是就是跟大家在同一个地方这种感觉 对我来说非常的幸福 所以自己的心情来说算是还蛮开心的 但是有时候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寂寞嘛 那种时候呢就会 我讲这样真的不是要讨好大家 几个人在海外 那大家其实也都实际上不认识我嘛 可是我们彼此都不认识 却可以透过就是频道也好 还是IG、Fastfood那些都好 可以看到大家留言给我啊 互相鼓励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蛮大的心理动力这样子 一直以来都很谢谢大家对我跟文档的关心 我们两个也会继续好好的生活下去 希望可以赶快见面 接下来日子也请大家多多指教 欢迎请不吝点赞 太久没有自己一个人拍片了 有点尴尬 好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だから